刘备丢了徐州 带领着关羽张飞来到许都投曹操 先派孙前和弥竹 跟这位曹丞相说一声 也就是打个招呼吧 曹操咱们一听很高兴 哎呀 刘备刘玄德来投我 好极了 刘备不是外人 那是我的兄弟 他立刻亲自出营 刘玄德来到曹操的府中 曹操是设宴款待 这顿酒喝得很高兴 酒洗眼前 刘备就把吕布 怎么占领徐州的事情说了说 曹操还给刘备解说了几句 贤弟不必挂回 喝 称兄道弟 曹操这胆子够大的 怎么说他胆大呢 上一次吕布不是管刘备叫李回兄弟 张飞差点跟他拼了命 这回曹操又跟他弄开兄弟 幸亏这位张三爷没再跟前 曹操告诉刘备 你不必担心 吕布啊 怀有虎狼之心 这个人肃无信意 有时候我呀 会协助的一臂之力 咱们共灭吕布吕凤献 刘备听得挺高兴 欢宴而散 曹操把刘备送走之后 正在屋里喝茶 忽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谁呀 他的谋士 徐玉 曹操一看 徐先生 你有事吗 主公啊 今天我看您 带刘备不搏呀 应该后代他 哎呀 主公 刘备乃当今一位了不得的英雄 咱们抓还抓不到他 杀还杀不了他 今天他自己来投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主公 您一早图之 就是说此人刘备的 您得把他杀了 啊 曹操听到这一愣 他手脸着胡须看着徐玉 半晌无言 徐玉心想 我说的这话 主公听进去了没有 怎么看着我不说话 嗯 徐玉明白了 我家主公 是个深无远虑的人 可能这个事情 他已经想过了 我多于提醒他 不能吧 也许是我提醒他之后 他正在思考我说的这些话 也为可知 我不要在这打扰了 徐玉想到这儿 悄悄的退出去 曹操从打这个座位声 站起来 他就在屋里头来回走柳 背着手 他走了这么几趟 他在想徐玉这话 这时候又有脚步声 跟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谁呢 是郭家郭凤孝 郭家进了一看 曹丞相正在想什么心事 他不想打扰了 转身要走 呃 冯孝 请留步 哦 还没看见人 曹操就知道谁来了 他对他手下的谋事 那是了如指掌 非常熟悉 像反手观文一样 谁什么脾气 谁什么秉星 谁爱吃闲 谁爱吃蛋 走路的声音 他一听就能听出来 郭家赶忙站住 冯孝啊 你来的正好 我有事要问你 曹操就把刚才徐玉 跟他说的那几句话 跟郭家说 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郭凤孝听着这儿 打了个愣神 哎呀 主公 这可使不得 主公您若想平定天下 为百姓除害 必须是广揽天下的英雄 俊杰 以及能人智势 主公你一向是求贤若渴 理贤下事 既是这样 还怕招揽不到人才呢 刘备是个天下出了名的英雄好汉 现在他走投无路了 来投我们 您要是把他杀了 那就落一个不能容人的坏名声 天下有能力的智谋之事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谁还愿意到您这儿来 如果这些闲事都不来头 主公啊 你依靠谁来平定天下 这件事关系重大 望主公您是三思而行 郭家这番话是向着刘备吗 他一点都没向着刘备 他这完全是为了曹操 为曹操成其霸业 他那意思是你先把刘备收下 等您霸业江城再杀他不迟 多厉害 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曹操的心肠 哈哈哈哈 奉效所言极是 这几句话是正和劳夫之意 曹操就不听寻遇的了 听了郭家的解劝 他是重重的款待刘玄德 把玄德加小也做了安排 而且每个人都有些赏策 随后他奏明天子 封刘备为玉州墓 给了刘备三千人马 粮食万壶 一壶五斗 给了这么多的粮草 这么多的军兵干什么呢 他让刘备你先行一步 兵尽小配再取徐州 随后我助你一臂之力 你前脚一走 我是随后发兵 你我携起手来取徐州 共灭吕布 玄德非常感激 他三声炮响点起人马 刘备带着兵走了 玄德刚走 曹操马上 点人马收拾子重 也要起兵 恰恰就在这时 流星探马来报 张继由关中统帅人马 想兵进许都来结架 可是不幸走到半路上 中了案件 张继死了 他直而张绣 把他的军权接过来 用假许为谋事 要继承书制 也要进许都来 这还了得 如今张绣已经兵屯晚成 是虎视眈眈呢 曹操还能走吗 他要去徐州 这许都空虚可怎么办 他立即找来谋事 怎么一商议 巡逾给出了个主意 说这么办吧 您写一封书信 给吕布安抚安抚他 让他跟刘备和好 先把他稳住 咱们先去取晚成灭张绣 回过头来 再打吕布不吃 嗯 曹操一听妙计 他当即派王泽拿着一封密书 带着礼品到徐州 安抚吕凤仙 然后自己点起精兵十五万 派夏河敦为先锋 领着三万青州兵 是兵发晚成 曹梦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兵屯欲水 流星探马飞半戒的晚成 张绣一听大吃力惊 他就要猎对迎敌 他手下的谋士贾许 一看 哎呀 将军且慢 曹梦德来势汹汹 不可立敌 嗯 张绣一愣 他以为贾许是害怕了 自己一端下 贾许的面目上 并没带出来 什么丝毫的畏惧之色 那为何拦阻呢 先生 移民之间 难道说 我们坐以待毙不成吗 我们不出去打 等着曹梦德把晚成包围了 啊不 将军 以我之见 咱们可以投降曹操 啊 张绣听这火了 刷一下 见没道处 虎目猿争 贾许知道他不高兴了 将军息怒 听我一言 他吩咐左右退下 他悄悄的跟张绣 说了这么几句 张绣笑 哦 波械先生叫 这个主意可太高了 贾许给他出个什么主意 你以为我让你真心投降啊 你先假意想他呀 取得曹操信任之后 他把兵爷给补充了 梁曹爷给发了 他前脚走 咱们兜着他后边打 这不一样 何必这么硬碰硬呢 那就永凡先生您去一趟吧 我当然愿望 假许 辞别张绣就奔曹营来 来到曹营 一见这位曹丞相 曹操是趾高气扬 干嘛 张绣跟我一仗未见 先派来这么一个文墨书 生见我这是何意 当他一见贾许的时候 嗯 曹操心理了 看贾许气度不凡呢 而且是谈吐文雅 做到几句话就把曹操给说住了 他说是张绣将军派他来 是来请降的 那曹操当然愿意了 这得省去多少麻烦呢 既不损兵也不折将 收这么一位大将张绣 我听说此人武艺很高啊 曹操当即就答应了 并且他想把贾许留在自己的身边 做他的谋事 贾许微笑 给他识了一礼 我多谢丞相的后裔 我不能在你这 因为过去我随过礼爵 做过很多错事 得罪了天下的百姓 于心很不安 我本想退隐 多蒙张绣将军的器重 他待我不错 我不能弃他去投别人 请丞相原谅 哦 那我就不多留了 以后想跟先生多多请教 贾许客气了几句 离开曹营 回来跟张绣怎么一说 张绣当即抱着令旗令剑 就来到曹营请降 立刻把人马也都带过来了 把曹操给接近了晚城 曹操告诉夏胡敦等 把这营寨扎到晚城 在一林十多里 好气魄好威风 张绣带曹操不错 是每日设宴款待 曹操带这位张将军也不薄 是以酒礼相还 曹操心里一定犯和解 他和解什么呀 这张绣想我是真的是假的 你说他假的吧 他可把兵马都带过来 你说他是真的呀 我看他怎么有点静鬼神而远之 他跟我总客气 客气的曹操有点发毛 曹操本来疑心就大 有一天下午 曹操带着他的儿子曹王 和侄儿曹安民 在街上散步 他一看这个晚城 这地方还真不小 可就是很冷清 那个买卖铺户啊 大多都关着门上着板 街上行人也很稀少 这是怎么回事 曹安民还纳闷呢 大概是啊 让兵荒马乱给闹的 这一打仗 把老百姓都吓坏 可也没打呀 曹丞相的人马一来 张将军就想了 应该说 这得是万民庆贺的事 怎么这么萧条 也有几个正在街上走着 忽然从对面 来了一辆便车 这车门口上挂着这么一个半截沙帘 在这车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 接着这沙帘啊 这太阳正好是西照 诶 正得瞧 看得很清楚 曹丞就看了两眼 这车就过去了 车走过去好远一段路了 曹丞回过头来 还望那车的方向那看 恰恰就在这时候 车里边坐着的这个女子 也挑开车帘 探出身子来 正看曹丞 曹丞微然一笑 四目相对 眉目有情 在曹丞身后 跟着这几个武士 以及他儿子曹康 谁都没看出来 只有曹安民 留了个心眼 等他们回到了府里之后 曹安民就问曹丞 叔叔 今天您走的路上 看没看见 那辆车上坐着的 那个女子 曹丞的心一动 嗯 看见了 安民 你问这个干什么 叔叔 您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子 谁家的 我没打听过 她是张秀将军的神母 张继的夫人 哦 曹丞也没太介意 只是点了点头 曹安民上前一步 看屋里头没有人 叔叔 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女子 呃 呃 呃 你这是何意 那没关系 您喜欢我就把她接来 陪您喝喝酒 她是一个寡居 这有什么要紧呢 呃 这个 曹丞一听可也是 他也没太理会 曹安民派人就把这位邹氏给请来了 这邹氏一见曹丞相 是一见钟情赶紧走的路上 他就看见曹梦德了 不单是走路上 曹丞发兵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而且是久仰这位曹丞的大名 二位一见面都挺热情 摆上酒菜 就喝上了 越喝越高兴 天也晚了 曹丞就把这位邹氏给留在府里了 过了几天呐 这邹氏有点担心 担什么心呢 这离张秀太近了 这要让我侄子知道了 这多不好啊 他跟曹丞一说 曹丞相一听 夫人不必担忧 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明日我接夫人到营中去住 也就是 那地方逍遥自在 谁也管不着 第二天一早 曹丞就把邹氏接到大营来 他每天与邹氏在大仗寻欢作乐 他让他的大将军点威 守住了大仗的原门 没有我的将领 谁也不许进账 纸里包不住火呀 你瞧那别的事啊 很少有人知道 是关乎这方面的事 传得快着的呢 这人也怪 一瞻这方面的事 他很敏感 有人就告诉张秀了 张秀怎么一听 怎么着 这可真是欺人太甚了 张秀啊 这些日子就憋着这口气 他听了贾许先生的话 我假意应酬应酬 曹丞就得了 他以为曹丞住个三天五日的 就走了 感情他住在那不走了 整天自己还得接他送他 白酒款待 张秀早就腻了 不但那个 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讲究他 你看咱们张秀将军 那么大的本事 一见人曹丞相 一枪一刀都没动 立刻降了人家了 哎呀 真是 人熊熊一个 是将熊熊一窝 这 哎 他好像听见人家这么讲究 其实还真没人讲究他 张秀就搅着 在人前呢 矮了那么一块 现在他又一听这个事 这不是火上脚油吗 这是 蹬的现在 他就蹦起来 立刻把贾许先生请了 把这事情这么一说 这曹丞太不像话了 我这么恭维他 他霸占我的神母 我不杀他还等待何时啊 别着急 贾许摆了摆手 看看左右无人将军 这事好办 您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如此这般 您这么办 我看大势可救 曹丞可勤 嗯 先生言之有理 第二天 张秀亲自来见曹丑 曹丑刚把韭菜摆上 一听说谁 张秀来见 他赶忙冲邹市摆了摆手 那意思你回避回避 邹市连忙进了寝帐 他把酒席也撤下 把张秀接进来 问张秀找的什么事情 张秀就说 我带了些人马投降您呢 可是这些人马 这么混杂的做个不行 怎么办呢 我得把他们归笼归笼 因为这些人不断的逃跑 我怕丞相您有什么想法 嗨 曹丑一听 这我有什么想法 你整顿军马 这是好事啊 行 把你的人马 都调到一起去吧 多谢丑相 张秀强忍着胸中的怒气 脸上呢 笑也是皮笑肉不笑 曹丑每次观察人呢 还都观察的挺准确 这回啊 他没看出来 其实曹丑是没心思看 他光惦记那位 都要准确 张秀强忍着 张秀把人马都集中到一起了 兵分了四路 都准备好了 要动手还不行 怎么回事 都知道 曹丑的大仗前 把这圆门内圆 大将点威 非常厉害 两榜神力过人 此人有万将不敌之勇 手使一队短大青铜鸡 重八十金尘 那两军振前取上将手计 真就像拿个玩物似的 谁能敌得了这个人呢 贾徐想了想 嗯 将军您不要慌 我知道最近点威啊 和咱们的大仗下 有一员偏将交了朋友 谁呀 胡车 我可以跟他说说 张秀一听 你跟他说些什么呀 我让胡车呀 到点威那去一趟 他最厉害的不是那对鸡吗 把他那对鸡给他拿出来 也就是说偷出来 点威还有什么行人之处啊 此机身后 先生快快去办 贾徐就告诉胡车 胡车就找点威去了 点威还挺喜欢胡车这人 他说他直爽 而且胡车说是一个怪人 怎么是怪人 说他那两条腿是日行八百 一天能跑七八百里地 而且两倍有几百斤的履历 点威高兴这样的人物 一见面两个人就很投脾气 经常在会儿喝酒 今儿胡车来找他俩又喝上 胡车今天喝得特别畅快呀 而且只喝得是鸣顶大醉 哇哇之吐 点威高兴了 朋友既然喝得这样 我哪能不喝醉 那我要不喝醉了也对不起朋友 您倒少喝呀 咕嘟咕嘟他也大醉了 醉得人事不行 两个人好一边一个 躺着一会儿 呼噜像打雷似的 全睡了 这时候曹操在中军帐 也正在和邹市那喝酒呢 忽然间他听营中一阵大乱 曹操就问了一声 哦 外面和事宣娃 骑兵丞相 是张秀领兵巡迎 哦 好 曹操没介意 心说张秀还行啊 我跟他沈子在大仗这喝酒 他还忠心饱国的为我巡迎呢 让他熊吧 又过了一会儿 又乱起来 不但乱起来 而且还着了火了 有人来禀报丞相 说营中火起 哎 慌些什么 云银找把火算什么事 赶快扑灭不就得了吗 扑不灭了 这火是越着越大呀 不但那个就听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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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占独雷 这怎么回事啊 紧跟着一声喊啥呀 是惊天动地 曹操一看不好 周氏也吓得面无人色了 蒙特告诉夫人莫慌 打仗前有点威将军把手是万无一失 确实是这么回事 可这位点威将军醉了 那军校赶忙跑进来禀报他 张秀反了 待人马已经杀到了原门 将军快醒 将军快醒 他翻了身 又睡了 哎呀把他拉起来不行吗 拉不动他呀 他体大身沉 可是点威虽然醉成这样 他心里不是一点都不明白 忽然间这时候他听见了原门外边有动静 他也很警觉 可是酒这个东西太厉害了 酒不醉人人自醉 是头尘腿飘 光明白不行 喝醉了那十个有八个 心里都清楚 但是腿打飙 不对 点威一哭了声 有大床绳子坐起来 他瞪起双心来侧耳子 一听 原本又喊杀声 一脚 就把禀报的军校给踹门外边去 他伸手就摸双脊 脊不见了 啊啊啊 他转过脸来再看那胡车 也踪影皆无 哎呀 点威明白了 我上当了 胡车醉酒是假的 我是真的呀 他一个箭步尤打打仗给闯出来了 来的外边举摩这么一看 圆门外灯笼火把亮灯 从赵如搏咒似的一般 那喊杀声不绝 人马已经快到圆门了 点威这么一着急 撑撑 尤打两个军校的内下 拔出两口单刀 他就杀向前去了 疯人就杀 与人就砍气 砍气 砍尝一会儿的功夫 这两把刀的刀刃 全卷了 哎哟 不仅为急的 这使不上进 那双击一举 那是什么劲头 他秤手啊 不要那么句话吗 那手巧不入家事庙 他把这两把短刀就扔了 啊 怒吼一声 伸手抓起两个军足 他用活人打活人 给打死了好几十 只有点威一个人 赤手空拳 把住圆门 那些人马休想尽得一步 让他杀 他是步步倒退 这可怎么办 干脆咱们用乱箭传他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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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里一阵 当了声 乱箭齐发 哎呀 点威是身中数箭 他一身也不哼 可是时间一长 就支持不住了 大将点威 喊叫一声 口吐鲜血 不痛 躺在了雪坡之中 当时毙了命 虽然这人死了 躺在那地方 说幕下终点 足有五分钟 没有一个人 赶紧点威身边过 你说厉害不厉害了 死这么长时间 还那么大的威风 幸亏点威 堵住了原门 这才给曹操 腾出空隙 他秤上一匹 俊马 叫绝影 也就是大碗马 逃出了营中 带着他的儿子 侄子还有邹氏 可怜 他侄子曹安民 与邹氏死于乱军之中 曹操拜到了玉水 这玉水也叫白河 他出源于河南省 松县西南 往东南流淌 经过南兆南阳 新野几个县 流入湖北省的 襄阳地界 进入汉水 这河挺快 当曹操拜到 玉水河边 就听一声 弓弦响 哎呀 曹操左臂中了一箭 他低头再看 跨向大碗马 哎呀 这马感情 已经中了十几箭了 原本的这马 一边跑一边长鸣呢 曹操有点心疼啊 他催动坐起 蹚着河水往对岸跑 刚跑的对岸 岸边这 又飞来一箭 郑重 这绝影马的左目 这马一撂绝的 叹哭 就把这位曹丞相 给摔在了 平川 这位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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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还要 这位曹操 这位曹操